同学们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第五阶段第二节课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SVM Support Vectim Machine,也叫支持下降机的算法的基本原理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结合Python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程序里面,我们如何来调用Support Vectim Machine这样一个库 来进行相关的运算和预测以及分类 好,我们这节课呢,就结合两个实际程序的例子 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还是用到我们一直所用的这个叫做SKLearn的这个机器学习的库 它里面之前我们使用这个KNN和Decision Tree 就是这个临近取样和这个决策数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如何调用SKLearn里面的SVM 好,因为SVM本身的实现步骤相当复杂 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就不介绍如何自己来实现SVM这样一个分类器 我们只是给大家介绍如何使用SKLearn这个库里面的SVM这样一个分类器 来进行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应用 好,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首先,大家还记得上节课中我们给大家最后举的这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非常简单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中有三个点 那么如何根据这三个点的坐标来算出来我们所要建议的这个超平面 也就是说这条线它的方程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用同样的例子在Python中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来计算出来这个超平面 是吧 所以我们来结合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有三个点 大家记住这个11、20和23这三个点的坐标 我们现在连回到Python的界面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首先呢跟之前一模一样 我们通过from库名,也就是sklearn,import,svm,这样一个模块 是吧 因为我们后面用到svm这个模块 然后呢,我们定义三个点,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x,它是一个向量 在这个Python里面呢,它就是一个list 这里面有三个pair,三组织,也就是x1 第一个实例呢,它是20,是吧 我们可以这样对应的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两个对应起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定义,是吧 第一个点,也就是说第一个实例是这个点20 然后第二个点呢是11点 11在这,第三个点呢23,定义23这个点 然后呢我们定义y,y呢我们大家还记得吧 y就是class label,就是我们分类的标记 那这个问题中呢,我们只有两个类,是吧 两类点,一类是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正的或者负的 在Python里面呢,我们通常习惯用0和1来定义两类问题 也叫binary classification,就是两类问题的分类 那么因为前面两个点,在这条线的下方,是吧 我们假设它是一类,假设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条线 但是我们知道这两类点属于一类 那么我们就把它编码为0,是吧 然后呢,上面这个点,我们假设它是另外一类 那么我们就把它编码为1 所以呢,这三个实例它们所对应的归类的标记 意思是001,是吧 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来通过SVM 来建立这个模型,也就是说我们建立 大家可能发现一个规律啊,就是说 我们凡是建立模型的时候,调用的这个关键字都是使用fit 也就是说,我们起一个变量名叫clf啊,这个大家可以任意名名啦 这块就是根据传统我们一般叫clf,它的意思就是classifier 我们建立了这个分类器,是吧 然后SVM是刚才我们所导入的这个模块 它里面有一个方程,叫做svc 这是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svm 就是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我们要使用通常我们学到这个svm的话 它的名字在这里就叫svc 所以我们就是svm上面调用svc这个方程 然后里面大家可能看到一个词比较陌生啊 说kernel等于linear,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我们在下节课给大家介绍kernel 也就是核函数的意思,那这里面我们先不管这个意思啊 大家只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核函数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跟我们之前在这个题目里面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针对的这种情况是线性可以分开的情况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建立了一个分类器,是吧 就是调用svm的这个方程svc 也就是说这个svc指的就是知识向上机 好,那么我们通过调用这个所建立的分类器上的一个函数叫fit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大家也可能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我们在使用sklearn里面不同包,不同算法的时候呢 凡是我们要建立模型的最关键的这一步 我们使用的这个语法都是同样的一个函数名叫derfit 是吧,那fit里面有两个值 第一呢,就是我们要建立的一个list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从数据结构上来讲呢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矩阵是吧 就是说一个x,它每一行代表一个实例 然后呢,把它罗列起来,就是它一共多少个实例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一个简单的 是吧,就是三个实例 就是说这个x,也就是说特征向量值 这样一个矩阵 叫做x,好 那么y呢,就是它这个x所对应的label 就是说它所对应的这个class label 它的归类标记 分别是01,是吧 好,我们把这两个参数传进去 进行这个fit的函数调用之后呢 我们就等于说算出来了这个classifier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类器里面的各种 比如说我们通过fit就建立好这个模型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超平面就算出来了 而且呢,它所有相关的属性 函数都保存在这个clf里面的分类器里面 好,那么我们首先打黑打印出来这个分类器 看一下它里面都是有什么内容 其次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很多属性 我们具体可以参照sk-learn的 它的这个documentation 它的这个相关文件 可以看到这个support vector呢 其实大家可以从字面理解 我们就是想打印出来 我们既然已经算出来这条直线的方程了 那么我们肯定也找到了 至于我们要建立这个模型的时候 它找到了有哪几个点 是support vector 就是它的支持向量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解释过 就是假设我们很多很多点的话 我们再建立好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个超频面之后呢 我们其实只有很少的部分点 它是属于支持向量 是吧 就是说刚好在这个 跟它平行的两条超频面上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下呢 我们可以其实可以知道是吧 我们的支持向量 就是这两个点 其实这个点已经不在这个 与之平行的这个平面上 所以呢 在这个clf.support vector 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模型建立好之后 我们要取出来 要查看 我们所找到的这个支持向量 support vector 是哪几个点 好 第二呢 就是说 点suppor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找着 我们之前不是传 传过了一系列这个点吗 X 就是这是第一个点 这是第二个点 这是第三个点 那么这些点中 到底哪几个点 它是属于支持向量 support vector 也就是把它的这个index 就是它的下标找出来 比如说 12 前两个点 是 那就打出来就是01 是吧 就是两个字 所以呢 support 指的是我们要找 拿到 这个支持向量 它 是哪几个 好 第三呢 就是说 我们通过n 下划线 support下划线 这个呢就是说 我们要拿到 取出来 我们到底有几个 它是一个整形的一个数值 也就是说 我们到底有多少个点 属于支持向量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运行一下 这个程序 来看一下结果 好运行过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对到这个图看 比较清晰一些 首先呢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 classifier clf 它里面的一些属性 我们看到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很多东西 我们还不熟悉 这是因为 它svm里还有具体很多参数的设置 它就是使用一些默认的参数 在这儿 好 我们这儿就不详细说了 我们主要来重点看一下 我们所找出来的这个support vectors 和我们之前手工计算的 是不是一致 好 首先第一我们看到 我们打出来support vectors 是吧 我们看到它是有两个点 一个是1 一个是23 我们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例子 完全一致 是吧 我们之前的例子里面就有两个 这个知识向量 一个是1 一个是23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第二个 我们打印出来的是一个support 也就是说 针对以前我们输入的所有点 每几个点 它是这两个点 1和23 它的这个缩引index是哪几个点 那我们看到 以前我们传入的三个点 它对应的是 在这个list里面是第0个 是吧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那我们现在打印出来是12 所以就代表了这个1和23 这两个点是吧 完全混合 好 第三呢 就是说 我们要打出来啊 这个 那么我们第三个呢 打出来就是说 有对于每一个类是吧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类嘛 一个在上面 我们可以当做就是正1 下面就是当做负1 或者在python里面我们当做0 那么它分别找到了几个支持向量 我们看到分别是1和1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针对两个类里面 他们都只找出了一个向量 一个支持向量 support vector 好 那我们就看到 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就看到 在python里面呢 我们可以 通过调用sk-learn kool里面的这个svm.svc 这样一个方法 来使用svm 这样一个分类器 是吧 比较对它所建的模型 进行检测 可以用来预测 当然说我们如果有个新点的话 就可以通过对clf.predict 是吧 把这个predict 就是跟我们之前 所用的这个决策数 和kn一样 我们都用 建好的模型.predict 然后给它灌入新的一个x 也就是新的一个点的值 来判断它的属性 是吧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比如说 我们现在想知道 这个20点 它所对应的值 的函数标记 到底是1还是0 那我们就可以 用这样一个predict 那我们用clf.predict 我们写进去一个值 是20是吧 看一下 我们看到预测出来的标记是0 也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1所对应的标记 是一样的 是吧 预测正确了 好 那么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 然后我们下一步来看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数据集 我们如何来相似的调用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这样一个库 来对它进行分类器的建立 以及超频面的建立 并且我们想画出来这个超频面 它附近的一些值 就是我们这次用的例子稍微复杂一点 不是只是两三个值 而是稍微大一点一个数据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就说 首先我们要导入 几个 模块 也就是第一 我们通过numpy 这个numpy 我们先给大家解释过 是吧 就是python里面针对科学计算 支持这个矩阵运算的一个数据包 那么 从它里面 我们导入它 把它叫做np 这个语法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说这个numpy 它是一个数据包 它里面有很多方程 我们应该不想写这么多字母 比较麻烦 我们把它叫做np 所以在后面 我们使用它的时候 就可以说np点什么什么 np点什么什么 好 同理 我们再调用一个 导入一个包 叫做pylab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包 主要提供的一些功能 就是说 对python里面进行一些基本plot 就是画图的一些功能 所以我们把它导入 因为我们后面要画出来 我们所找到的这个 超面 超平面 和它附近的点 所以我们把它导入 把它叫做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pl 是吧 简称 然后第三呢 还是我们从这个sklearn里面 导入sbn 好 通过这三个导入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具体代码 就是说 首先我们来创建 40个点 是吧 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想 故意想创建一些点 它是属于这种linearseparable 也就是说线性可区分的情况 所以我们来怎么创建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 nompat里面有一个随机函数 叫random 它里面有一个设置这个seed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seed 里面你可以填入一个值 就是说 因为每次我们是随机抓取一些点吧 那么我们如果假设要每次用同样的方法 也就是说下一次我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不想让它又换了一些点 所以呢 我们就填入一个值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改动这个值的话 它每次抓出来的都是这一系列的值 是吧 我们要换一个1的话 它就随机抓出来另外一些值 所以这只是固定一下 我们用的这个随机的方法 使它每次运行程序的时候结果不变 所以我们填入这个0是吧 好 下面我们来产生一些x 也就是说训练实力的点 也就是它的每一个 我们可以想象成一个是一个矩阵是吧 把x 它就是一些训练实力的集合 也就是说它对应的值 都是它的特征向量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numpy 里面它有一个随机函数 可以随机产生一个矩阵是吧 它的维度呢 是这个20 就是说 我们产生那个随机函数呢 里面它有两个这个 parameter 两个参数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着一个 正态分布啊 这个是通过正态分布的方法来随机产生一些数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呢 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数呢 我们看到 就是说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要产生的有 就是一系列点 它是一个 这是它的一个形状 也就是说有20个点 是吧 每个点是一个二维的 也就是它这个矩阵里面有20行 有两页 然后这个点呢 我们这里面填入的就是说一个属于正态分布 就是说有它的均值是2 它的这个方差也是2 所以我们给它变成一个简号呢 就是说 这些我们点上它靠左是吧 靠下方 因为它的这个点是负的 然后呢我们右边的这个 我们还是取20个点 它的维度是2 但是我们加上一个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所以就说我们这样是为了我们随机产生的这些点 它有两部分 它两部分是可以被一个直线来分开的是吧 因为一个是减2 一个是加2 好 这就是我们来随机产生这个x这些点 那我们下面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对应的class label 也就是说这个归类标记 是吧 我们想把前20个点归类成这个0 是吧 它是属于一类 所以那y就是说0乘以20 然后后面这个点呢 后面这些20个点 我们想把它归类成1 它标记是1 是吧 所以是1乘以20 所以一共有40个点 好 下面呢我们就按常规的方法来 fit model 也就是说来建立这个svm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我们先产生一个svm 这样一个变量跟之前一样 是吧 然后呢我们通过调用这个classifier上的fit函数 把x和y 也就是说我们的实例里面的所有的特征值和它的class label 它的函数标记作为参数传进来 来对thefit就是这个函数进行调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步就建立了模型对于clf 好 下面呢我们就在这个模型上可以来检查很多东西是吧 我们现在目的是想把我们建立的刚才建立的这个超平面想把它画出来 在图形上画出来 并且把它跟它平行的两个点 还有我们找到这个support vector 支持向量这些东西都画在图上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画好 首先第一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模型是什么样子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二维的是吧 所以呢我们这个方程可以写成这样 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写的就是w乘以x 加上b等于0是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w这个向量是二维的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w0和w1 那么这个x所谓的x 我们这儿可以显示成小x和小y是吧 就是说因为在我们这个图上是一个二维的 我们可以把它横轴当作x 纵纵纵当作y 那么这个w3呢就相当于我们之前谈到这个bias 也就是这个b0是吧 那我们建立了这个找着的 我们找到的这个超平面 在这里其实是一条直线 它可以写成这个方程是吧 那么我们要把它转化为一个点斜式 我们熟悉的这个方程呢 所以它需要一个转化 因为我们这时候是把这里面的这个y 当作动作标了 所以我们把它用y表示出来 把这个方程换用方式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形式是吧 那么我们看到y等于负的w0除以w1乘以x 加上w3除以w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形式我们比较熟悉是吧 我们中学时候都学过 这是点斜式的一个直线方程 也就是说w0除以w1 它表示的是斜率是吧 负的是超这个方向斜 那么w3除以w1呢 它表示是结局是吧 所以说在我们通过svm把这些值算出来之后 我们要通过一个转化 把这个线来画出来 就是说我们要算出来这个 通过w0除以w1 来算出来这个斜率 通过w3除以w1 来算出来这个结局 好 它明白这一点之后 我们接着来看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fit之后 已经把svm的这个模型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超平面 在这里是一条直线的这个方程 所以呢 我们只是从其中来取到我们所需要的值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首先通过调用clf 也就是我们建立好的这个分位器svm 它的coefficient0 也就是我们要取的这个w值 那么w里面呢是一个二维的是吧 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w0和w1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计算斜率 也就是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公式 就是-w0除以w1 我们就算出来这个a 所以a代表的就是我们要画出来这个直线的斜率 是吧 就是我们要区分的点的这个直线的斜率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随机产生 就是不是随机 就是说我们要从-5到5之间产生一些点 作为x的值是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函数啊 就是numpy里面的一个叫line space 它就是从-5到5产生一些连续的x的值 比如-5-6-7-4-5-5-4-3-2-1-2-3-4-5 好 对应呢我们通过这些x的值 就可以把我们的点斜式方程带进去 来算出来y的值 因为我们最后画出来的是 对应x和y画出来一条斜线 是吧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 我们刚才算出来的斜率是a乘以x 对吧 加上呢那这部分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想象它肯定是一个结局了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之前的这个方程clf 之前的这个模型 它取到这个intercept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取到它上面这个点的结局 除以w1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一下啊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方程 是吧 w3除以w1 w3的这儿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bias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课用到的b 那么这个intercept0所取到的值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w3 就在这块 所以w3除以w1 就给我们一个结局 那么我们就看到斜率乘以x加结局是吧 所以呢这部分呢 就是我们主要画出来的这个 找出来的这个直线 能使这个编辑最大化的直线 它的值是吧 通过x把y的值算出来了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直线上下方 我们和这个support vector相切的这两条线也画出来 是吧 所以呢很简单 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算出来 因为这三条线是平行的 所以他们的斜率都是一样的是吧 都是a 但是只有结局不一样 所以呢我们通过b 也就是我们取到这个 建立好的这个classifier svm找到这个模型里面 从它里面取到这个其中的第一个点 是吧 第一个support vector 第一个支持向量 然后把它对应的值带进去 就可以算出来底下这条线 因为第一个点在底下是吧 我们把底下这条线的结局算出来了 然后呢同样的斜率乘x加结局 这时候我们第二次再把b复值为 这个复义啊 是python里面的一个特殊的语法 就是说我们一个list 或者一行一排数里面 我们要取最后一个值 所以最后一个值呢 它属于另外一类是吧 我们取到另外一个支持向量 而它的值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取它 把它对应的结局算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三条线平行里面的最上面这条线 把它的结局算出来 然后呢加上写率乘x 所以分别三个值我们就算出来了 这个中间的这条我们要找到这个能最大化边际的这个线和上下两条线 把它的xy值都算出来了 为后面画图做准备是吧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画出来三条线是吧 一个是这个本身找到的这条线 就是把边际可以最大化的这条线 然后呢它上下两条线 就是和这个support vector相切两条线也画出来 随后呢我们还想画出来这个我们周围这些点是吧 因为我们找到有有几个点是属于support vector这个点 那么在这些点呢我们想把它单独的标记出来 所以我们在support vector上我们用一个scatter 就把它单独圈出来 好通过这一系列的画图 我们最后来调用这个PL show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上面所画的这些图都展示出来 好我们来现在调用一下这个运行一下这个program 好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之前所产生的随机点 都是这些是吧有两类 这些蓝的属于一类 红的属于一类 一类是以这个-2一个是加2的随机分布来产生的 所以它们两个是可以被线性分开的分别有20个点 然后呢中间一条实线就是我们所找着的 这个SBM所找着的这个能够区分他们两 并且把边际最大化这条线是吧 然后呢我们有几个support vector呢 有几个支持项量呢我们圈出来了有三个是吧 红的有一个蓝的有两个 并且这两条曲线就表示了跟它平行的这两个是边际最大的这两个侧面的切线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在上方一个在下方 它们三个的是平行结局不同 然后它们的结局不同斜率相同 好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用SBM 通过python的sk-learn来调用 可以对SBM进行使用建模画图 并且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预测 好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那么下一节课呢我们接着给大家介绍这个SBM SBM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讲到 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有kernel核函数的问题 还有如何来进行对于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我们来如何处理 都是下一节课两节课的内容 好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